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中也少有做深度的剖析 但是这件事情明显很快将会是给中共戴上了一个紧箍筑 让中共今后会生活在恍恍不可终日之中 让习近平的二十大连任也会蒙上不确定的阴影 今天咱们就主要来聊一聊这件对中共无异于釜底抽薪的大事 欢迎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朋友们点赞转发我的节目 在4月27日 美国众议院以394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习近平轴行法案 只要参议员一通过 美国总统一签字 该法案就是美国制裁某一国最高领导人的美国的国内法案 这部法案生效以后要全面的调查习近平也就是中共 是否暗中资源俄罗斯干扰和破坏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要提交评估报告 而且要求情报部门要每隔90天要向国会通报一次调查的结果 今天咱们就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这个法案是否能够实施 会对中共产生哪些巨大的影响 以及接下来对中美关系 习近平是否能够顺利连任 是否是推倒中共的多米诺牌的第一块 咱们对这些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这部法案是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少有的双方达成共识的法案 394票通过 仅有3票反对 到了参议员赞同的也将会是大多数 两万一通过总统就得签字 这个签字呢也就是走个程序 所以这部法案的通过实施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在美国国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将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名字 写进一部针对他本人的法案 这次是蝎子的尾巴读一份 二战的时候 希特勒、莫索里尼、东条英姬等等 都没有享受到如此的VIP的待遇 后来的萨达姆拉登也没有这样的待遇 这一次习近平是结结实实的享受到了 有人说美国的一部国内法案 会对将要闭关锁国的中共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 其实有时候一部美国国内法案 往往能够决定中共的命运 而不是影响不影响的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看 2000年的5月 美国的众议院通过法案给予中国永久的最惠国待遇 而且贸易不以人权挂钩 中美关系法由此诞生 中国由此带来了多大的经济利益 中共一方面通过这个法案赚的是盆满钵满 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 另外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大肆地打压民主思想 抓捕人权律师继续破坏法轮功 并将常备管辖权升到了海外各地 让很多生在海外 但是要批评几句中共的人都得担惊受怕 全世界的国家 特别是民主国家 一看你美国都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那证明中国是值得信赖的国家 那咱们就来做生意吧 这个就是2000年5月通过的美国国内法案 对中国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反过来看今天的这部法案 美国明确地告诉世界 中国是小偷 是无赖 我们正在调查他偷了多少东西 中国还想顺便到美国来做客 门都没有了 世界各国一看 美国都在调查中国偷东西了 那谁还敢和你做生意呢 谁还敢邀请你来串门呢 谁还敢把工厂公司继续留在中国 谁还敢收拾你的学生来留学呢 大家都得睁大眼睛提防着你 我这个是打个比方 这个习近平轴行法在国际上 就会起到这样的效果 否则赵立坚也不会在前天 又厚着脸皮的说 什么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等等等等 就是美国国内的一条法律 WTO才对中国开放 中国才有了经济的腾飞 才有了一带一路 才有了大撒币 才有了全世界放毒 才有了无法无天的封城运动 才有了像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 国际化大物质居然是有饿死人的现象 这就是美国一部国内法律 对中国的影响 是对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 美国知道 中共也知道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 中国一直在明里暗里的支持俄罗斯 仅仅老猪知道的 就有深圳的大江无人机 就白送了俄罗斯几批 一分钱没收 虽然俄罗斯以乌克兰都在使用大江无人机 但是大江将乌克兰无人机的使用的参数 完全提供给了俄罗斯 此开战初期 俄罗斯完全掌握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情况和操作员的位置 还有一件事情 黑洋江是中俄之间的界河 长达数千公里 没有一条过界的桥梁 三十年前中方为了加强与俄罗斯的贸易与交往 千穷万哄的与俄方商量建桥 最后俄方终于答应了 在同江口岸建筑铁路桥梁 各自修自己的一半 中国用一年多就建好了铁路大桥 大桥也按照合同建到了江的中心 但是俄方一直没有动机 干亮着中方半拉子的桥梁一拖就是十年 中方多次的催促俄方 俄方说没钱呢 中方说那我掏钱修可以吧 俄方说那太好了 中方就把桥修到了对方的口岸 但是俄方一寸铁路也没有修 这座大桥又完整的在江上晒了十多年 俄罗斯其中乌克兰战争一打响 俄国用一个月就修好了几百里的铁路 使同江大桥以西伯利亚的铁路完整的连接 为什么晒了几十年的铁路问题 短短一个月就完成了呢 那么就是方便中国的各种资源 俄罗斯的物资运送吗 至于华为咱们就不用说了 侵略乌克兰的俄军系统 就是华为帮助恢复的 还有开战前的2月23日之前 中国的黑客部队对乌克兰所有的政府网站 以及系统都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攻击 我一个普通百姓都知道 美国这么强大的情报网 更是向中国资源俄罗斯的证据 掌握得明明白白 那你中共就不是安排上的肉了吗 用什么方法制裁你 什么时间制裁你 那还不是美国人的一句话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 中共的脖子上 这样就被美国拴上了一条铁面 松一点中共可能还会狗活 紧一点中共它就得巴逼克了 联想到徐州的铁链旅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觉得有天道轮回 苍天饶个谁的感觉吗 中共的权贵们最怕的是什么 他们从来不怕经济危机 王岐山不是说过吗 中国人就是吃草都能够抗疫连 三年的人祸握死了几千万人 他们的统治也不是没有动摇过吗 他们也不怕民众造反 那几百万的军队几百万的警察是干什么的呢 那就是用来镇压马百姓的 他们最怕的就是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经济制裁 像如今对俄罗斯权贵的制裁一样 封你的银行存款 拍卖你的房产 油艇 包括你的妻子 情妇 儿子 孙子 等等 这样一来 权贵们就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了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亏祸首 那就是习近平 所以这个法案 它不仅是中美之间撕破脸 也会造成中共内部不同派系之间撕破脸 中共的权贵们大部分之所以支持习近平 除了他们有把柄握在习近平的手中而恐惧以外 就是跟着习近平能够发财 如今美国一制裁发不了财了 谁还想跟着这个黑社会的老大打打杀杀呢 有分析家指出 习近平眼看板上钉钉的二十大连任恐怕会有变数 这两天中共的媒体不断的出现 坚决反对个人崇拜 我觉得就是一个信号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讲过 二十大习近平连任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美国这个法案一出 恐怕给习近平的连任就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这部法案中点名习近平 他就有守恶必败 携从不问的意思 法案还用了轴心这个词 美国人的用意 那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了 美国不用出什么奇招 只要按照制裁俄罗斯的套餐来一遍 那中共政权就会摇摇欲坠 俄罗斯虽然不是什么经济大国 但是它是人员大国 人口有1.4亿多是中国的十分之一 哪怕被世界各国制裁 一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 用人员换粮食 这在其他国家也有 但是中国呢 中国近十年来已经把家庭败光了 粮食主要依赖进口 科技依赖美国 各级官员大肆贪污 习近平的各项政策又是怎么能搞垮经济 怎么来搞 大家想想 如果老百姓大量饿死 公务员发不出工资 军队没有军饷 那中国会成什么样子呢 是不是细思极恐 恐怕苏联的昨天就真的成了中共的明天 一部美国国内的法律又将再一次改变中国的命运 也许有人会说 就算美国知道中国在暗中支持俄罗斯 那美国政府出于某些考虑 它不制裁中共会怎么办呢 也许美国政府有自己的打算 但你支持我的敌人 或者说你支持犯了战争罪的国家 美国政府它能不作为吗 别忘了 美国可是民选的政府 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有多少双反对党的眼睛给盯着 何况 中共已经构成了对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威胁 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这个法案之所以叫习近平轴心法 其中的深意真的是令我们值得玩味 好朋友们 老猪说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每周礼拜二 礼拜五 准时在这里和大家相见 朋友们 咱们下期再见